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民进党总统初选开跑第一天 突袭式领表登记 表明挑战蔡总统 让党内不少人措手不及 赖清德喊勇敢承担 参文回集了 二十号晚上小英在脸书发签字文 写到要讲承担 他比任何人都懂 他一直是团结民进党的人 差不多同样时间赖清德也颇文 如果担心初选造成伤害 党公职们就别选边站 要相信民主 蔡赖文公先打键盘站 二十一号下午蔡英文出访之前 还会先登记参选 部分绿营立委表态听小英到底 万一如果的赖院长这个出现的话 那不是小英总统不是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不就变成脖脚总统了吗 五位老财狐都出来了嘛 那我们既不是老财狐也不是大师兄 我就不多表示意见了 就是我就是对蔡英文我很支持 鹰派立委很焦虑急着护主 不过党内初选恰逢蔡英文出访 耐心得主张暂停竞选活动 青睐的新科立委郭国文态度很低调 在内部的一个党内初选的情况底下 不要有过度的竞争是好事情 我相信他应该基于这样考虑吧 之前他跟李全教在台南市议会之争 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个性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说大家讲讲就好 撮合蔡赖配难度极高 但要劝对赖清德难度也不低 绿营两大巨星争夺出现机会 民进党必经初选 劣解阵痛 记者黄明君 邵玉敏SNG小组台北报道